画面上是新一国小放学的状况 来接送的家长人数相当可观 有学生家长反映 校门口附近有下水道工程施工 加上接送车辆很多 机车找不到可临停的空间 因此很容易被开单 让他们感到困扰 大家都停红线也没什么车位 然后我们停在临停的黄线车位 马上不到五分钟就被开了一张检举单 那我昨天就去派出所诚勤啊 我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啊 我们是停黄线 过一个马路L行就接到小孩了 那为什么旁边的店家都没有被开 一整条临停的都没有被开 就只有这个店的门口被开 然后他们说他们只接受民众检举 所以 所以您的建议是 我的建议是说希望店家能够共停时间 因为这个机具车在这边也没有车位可以停啊 那在学童上下学的期间 能不能就是共停时间一下 让我们停个位置 我们也不是说挡住他们做生意 让我们上下学这个时间就是共停时间 让我们通融一下 让我们停车一下嘛 对不对 不要一直检举检举检 大家都不能停啊 市议员郑文婷接获家长反映 也邀请市政府公务处教育处交通处等单位召开协调会 设法协助解决问题 我想从短期的来看 目前在施工的一个状态下 也非常感谢公务处 愿意协助做这个上下课交通的一个协情 他们会加派一交通人 在上下课的时候 有两位一交通人来协助维持交通 让我们的孩子在上下学的时候能够更安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这个机车族的父母 要暂时停车 然后接送孩子 没有地方可以停这个问题 我们也做成一个共识 希望教育处能够跟交通处停管科一起来研议 在下学期九月份开学前能够这个研议 在信义国小地下停车场 规划出一个机车的停车空间 让我们信义国小的机车族父母 能够在上下课的时候停在那个地方 那接送孩子 让孩子们更安全的上下学 那也非常感谢所有与会的单位 一起来协助维持孩子们上下学的安全 施议员郑文庭说 感谢公务处将增派一交人力 来维护上下学的交通安全 也要求教育处与交通处协调 让骑机车的家长能够方便找到停车空间 来接送学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